古上早十千 要大战广恩 他这俩下子太白给了 说真的 十个十千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哎 不瞧不成书 周同 平安大侠安国义 紫面飞行侠 苗泽赶到了 他们来不奇怪 奇怪的是 有个十千给他们送的信 叫他们来的 因此 就出了两个十千 咱们前文书说了 真假十千 大闹神周类 那么这个假十千是谁呀 他为什么 像个鬼魂一讲 老在这晃晃悠悠 书中呆言 假十千可是个了不起的 真十千没法比 等说到他头上 咱得详细的说 周同这一问 十千 马上顺应着就说 我给您送个信之后 我就先来了 哦 是这么回事 在这种场合 正玩命的时候 所以周同 也没往下问 这茬就放在一边了 周同一看 广恩和尚在这 老熟人了 六老侠 笑呵呵 到了广恩今天 广恩师父 咱又见面了 弥陀佛 周老侠 你来的是正好 我看咱过去的账 该算一算了吧 对呀 周同说 太应该算了 火分周家债 杀死我全家四十几口 这账 不得算吗 虽然说 铁掌踏山雄 路郎死了 他一条狗命 能敌得住这么多人命吗 你广恩和尚 也是其中之一啊 要算 应该我先提 你没有资格说这话 我们 咱们是老熟人了 我知道你这个人素质不错 因此 咱处得还挺近 没想到因为梁山的事情 咱变脸了 广恩啊 你可是出家人 出家人讲的是什么 我不说你比我清楚 你到处挑拨离间 到处煽风扁火 你现在不是佛门弟子 你存属是个无是生非的野蛮僧人 王安 还想跟我比划比划吗 别看你斗十千行 你斗武松行 我这两下子 大概你心里有数 可我这两下子也不行 不在饭桶之下 不在饭桶之上 我是个饭桶 你还不如我这饭桶 广恩 你信不信 好啊 这无虫啊 少要在此斗口 今天老僧就会你一会 说着 晃动金顶九连环 大战周光祖 周老虾 没拽跨虎装满 外衣闪掉 持守空拳 夺他的九连环 两个人在院里打了个难解难分 大侠苗泽 四老爷子 安良安国义 在旁边看热闹 因为他们知道 老六这两下子戳戳有余 不必替他担心 和在这工夫呢 大蛇的安藤娇 小白元周天亮 苗树都过来了 都叫爷爷 你们怎么来的 哎 我们分手之时 不是讲得清楚吗 我们先到泰安神州 先探探道 了解了解这的情况 另外顺便约几位朋友 给咱们帮兵驻镇 就这么回事 所以十千一说 聚宝山这块有事 我们就来了 啊 几个小孩也听不明白 因为是怎么回事 也没神问 只有十千心里最清楚 十千想起来了 焰柱之上有人请客 说谁 十千 那时候他就知道 另外还有一个十千 那为什么要冒名禀僻 不清楚 究竟这主是谁 更不得而知 几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 在这混战 现在二十回合过去了 那广恩那两下子 根本不是 大侠周光祖的对手 稍微一荒术 金顶九连环 被周光祖给抓住了 砰 把杆给抓住了 周大侠 他喊历声 广恩 算了吧 撒手 我不撒手 撒手吧 我就不撒手 你可要找倒霉呀 再看周光祖 十个顺手切羊 往怀里一拽 他这家伙 广恩的身子往前一扬 这么个功夫 老侠哥 右手就做了活了 这鱼长 叫担长 还非 直奔 广恩的花盖学 广恩再不撒手 这一巴掌就拍上了 只好把手一抖了 身经往后一退 持了个千金转 六老侠 六老侠一掌 一掌击空 但是把九连环 夺在手中 六老侠 平身站住 笑呵呵的 把九连环一顺 拖到手里头 往前一臂 广恩师父 广恩师父 你的东西还还给你 接着 就扔过来 你说这玩意 扫人不扫人 广恩 那也有一号 今天在这 栽那个硬跟头 是面红耳赤 现在真是骑虎难下 把九连环 接到手中 周同啊 你可够损的 你这叫修造 比骂我祖宗还厉害 赛家岂能与你 善罢甘修 我跟你拼了 轮九连环又上来 周同把脸往下 一沉 广恩啊 真是给脸不要脸 你蹬鼻子上脸 得寸进食 你可不要把我惹翻了 真要把我惹翻了 可没有你好果子吃 我竟敢豁出去了 你妈弄来 他厚着脸皮 频频发布惊弄 六老侠一看 不给他放点血 他不能完事了 话后一退步 伸双重 叹双双 拽出 跨湖双蓝 院里打了道变光 他这队兵人 那是宝家伙 存钢制造的 用水淹走了十几遍 是赠名刷量 多人的耳目 六老爷子 在这上子 下了几十年的功夫 把双蓝旺 左右一分 刚想要伸手 就听有人口诵佛号 没脱火 王安 还不脱一下 王安 听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非谁已经跳出圈外 院里的人都甩脸观瞧 一看 进了一帮出家的和首 大部分是光脑瓜皮的 还有几个是投脱和首 为首的这个出家人 身材高大 广阔三平 长的是 大脑袋大屁股大手大脚 不搭在一块儿去的 那肚囊子 蹬蹬蹬蹬 跟个眉毛 这大狗熊差不多 铜螺寺的大脸 脑门窄 腮帮着骨 三道下不可 光头皮 瘦着戒 大颜头 带着金魂 浓眉 阔木 宽鼻子 大嘴 平厚的嘴唇 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 背后背着扑团 斜跨白宝囊 手里面 贴着一条特号的方便连环铲 这大铲都出了号 那杆有插背口粗细 大铲头 好像头号大铁桥 三面十字 下边是个大月牙 一看来的是谁啊 正是少林寺的寺当家的 金筛罗汉 怪达摩 一空和尚 前文书再说了 一空和尚 被挥泻老人 邹锐 邹化昌 一掌 打得口恰鲜血 被他几个徒弟 青龙僧 白虎僧等人 送回少林寺 一至啊 就至了两月啊 两月以后 他才爬起来 这掌打得太狠了 打那之后 他就恨透江南石老 这次神州利类 跟那有直接的关系 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 这擂台 全是他鼓动设立的 而且他班他大师兄 二师兄 三师兄 都要出头 他们是 金梅罗汉 陆登云 陈中长老 丑连锐 还有冷连鸣 这回神州内全参加 他是前战 率领着光明和尚 率领着他的徒弟 青龙白虎 青龙白虎众僧 都赶到了 为什么来得这么急啊 都敢问坎家庄 前文章说了 坎红 也是少林弟子 别看他不是出家人 他是少林派的 这次他愿意出资 也就是赞助 那台所有的花费 由他这出钱 所以这帮人 一起来到坎家庄 正干上这个事 闲言少许 一红和尚 进院里 一瞅 就一皱眉啊 啊 那不是十千吗 他就想了 杀死铁掌 踏山雄 路朗的就是他 哦 周同他们也在这 这回是仇家大相会 该着我报仇许 来 都迈着大幕 登登登登登 来到广恩和尚进前 广恩哭通就跪下了 哎呦 师叔 您来了 嗯 来了 起来吧 你这两下子还短练 嗯 你怎么能是 老皮肤的对手呢 正给少林寺的 低无人献眼 师叔 我这两下子 是不行 退 再一旁 大和尚们 都归了队了 这会儿这坎洪 喷嚏也不打了 鼻子也肿了 说话闹闹的 他不透气 坎洪过来 攻神失礼 四当家子 您来了 我太怀念了 那位说 怎么那个味儿 鼻子肿了 一空和尚 一摆手 起来 喊红啊 我是前部正印 先行官 大队人马 随后就到 你都准备好了 一切用戏 全准备好了 这味儿 听得太满手 你怎么弄的 鼻子怎么了 刚才我跟身材伸手 他妈这小子也不知道使的什么样 我一个就 吓吓吓吓 吓吓吓 行了行了 别说了 别说了 这一说连我鼻子眼都刺 哎呀 你说你吃这亏有多棒 我老人家 您来了 一定得给我报仇出去 今天我们丢老了人了 我明白 退在一旁 美托佛 周童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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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都是我手下的败将 怎么 还想跟我伸伸手吗 在美达内居前 咱们小事伸手 来来来 让贫僧活动活动 金工 给死者 霸佛 曹玄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是越来越僵化 越来越大 周老乡一看坏了 坏了 这一空可不让人呢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今儿个非交手不可了 他心里清清楚楚 我们老哥仨 加上十千 他们也是四个 捆的一块 也不是一空的对手 但是事情逼在这儿了 不交手是不可能了 老侠 老侠这一想 哎 豁出破头 碰碰 惊重 我就不信这个贤 六老爷子 讲到这儿 双蓝 往怀中 一抱 一空是风 又见面了 听你这口风 你还没忘你一掌之仇 对 我也没疯 我也没啥 我怎么会忘记呢 此仇 不共戴天 今天 既是我报一掌仇 也是给死者路郎 报仇血恨 老皮肤 废话少说 哪没啥 无动方便 两宽蝉 丽批花山 问六老爷子 顶梁变蝉 大蝉都挂着风 一声就到了 六老爷子是双蓝 尺寸太小 没法往外招架 只好上步 山深往旁边一躲 躲过大蝉 人家把蝉一顺 平着当招式 奔脖子来了 周光祖往前一哈腰 大蝉过去了 人家搬蝉头 现蝉短 大跃牙子 奔周光祖腰里边推 推上腰断两肩 周光祖 脚尖点地 腾身重起 这一下没刀上 人家搬蝉短 现蝉头 当刀使唤 那批花山 刷又下意 周光祖一捕了脑袋 前身又躲开 干脆 申不上手了 就看这一空大和尚 像疯子一样 一蝉几个是一蝉 恨不能这一下把周光祖 批为两半 他都不解恨 单说紫面飞行家 苗泽和安良 安国义 四老爷子 老哥俩在后都关低料 这一看一空来了 心里是一阵地紧张 不但他们紧张 连十天 三小都紧张上 安腾摇一捕了脑袋 坏呀坏呀 这个瞎人的魔王又来了 咱谁能对付得了 对付不了 也得对付 俩老头知道周同不是他的对手 急忙把外衣闪掉 各纳军人 每人情刀在手 没有十个照面 二老就撞上去 呸 一空 修得猖狂慢来撒 我们知道你有本事 我们哥仨会 你会 老六 别担心我们哥俩来了 老哥俩在上去 三老占一空 周同一看 分对付谁 按理说这么大 真不光彩 小名叫侠客 仨打一个 以多取胜 怎么叫特殊情况 一空身份太高 本事太大 一个人两人 达不了他 只好厚着脸皮 三人占一空 这一空一点都不在乎 哈哈哈哈 他对他手下人说 你们看见没看见 这就是江南十老 三个老头 就这么没出息 撒打一个 今天我也收装包园 你们听着 谁也不准给我帮忙 谁要过来给我帮忙 那咱少林寺的人 可就栽了 你们听着不听着 听着啦 听着啦 少林的和尚心里有底 一空大师是少林寺当家的 那能量大得很 这三老头过来 也白给 我不欺人 三老一对 跨虎双蓝 两口刀 围住一空 万难取胜 反倒 被一空的大蝉 把三下紧紧的给缠住 想逃走的 空都没了 就这么厉害 安能教一头脑袋瓜子嗡嗡之想 因为身手里有他爷爷 他能不担心 问石千儿 老西呀 够呛啊 咱不能卖不了的 修该瘸子见了 你老银家 得冒点坏水 废话 你才冒坏水呢 怎么说话呢 老西不冒坏水 怎么能转败为性呢 别着急 疑人只有天象 你放心 该报被报 石头没报 还没到石头 再到西会 黄瓜菜可都凉了 石千儿嘴那么说 他也没主意了 石千儿一仰我们 一人几个再过去住战 对面肯定一哄而上 论人数 对方超过自己 论实力比我们强的多 只好耐着性子 在这忍着 在石千儿心如火烧 也急得要命 诶 诶 正这么个时候 就听墙上有人说话 呵 好热闹 让我们哥几个赶上了 嘿嘿 来来来 咱们也凑凑热闹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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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数没数啊 七声响 跳起七个老头 今儿可热闹了 来的是谁啊 江南石老第二老 圣守昆仑霞 冯化冯定一 老冯特 手里头 托着一条特殊的兵刃 叫十八节紫金边 挨着他 江南石老第三老 双江无敌阵 波阳 董志 董得亮 董三爷 他的兵刃特殊 就像划船使的那僵尸的 哎 就那条兵刃 不过是昏铁的 挨着他的 正是五爷 火的真军 霹雳大侠 马军可 挨着他的 正是神行无影 赵九州 赵七爷 紧挨着他的 绝命身刀 孙国瑞 千里地心仙 蒋镇帮 其中最显眼的 有个细拨大脑袋 正给江南十老 帝十老 挥谢剑客 周锐 周化仓 这七个老头 一块来的 怎么来的 接着邀请新了 到泰安神州 五月初五 参加打赖 所以七老赶在当场 这回热闹了 江南十老 一个不少 才要十老 斗一空 降到洩 百岩 三十多 二十百 三十五 三十八 二十六 十六 三十五 四四 十一 二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